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个礼拜我召集所有的传道人 我对他们讲一篇的信息 这篇信息的题目是 谁是长者 Who is a senior? What is called seniority? 什么叫做长辈? 长辈是年纪长长的吗? 中国人讲长老 看见这个人不够长不够老 就不大资格做长老 一提到长老 就被两个字观念捆绑了 被他的年龄捆绑了 甚至可以看到高度捆绑了 如果他长一点老一点 很适合做长老 那么其实这个长辈 长老这个字呢 同年龄是没有关系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你 知先 达到了你没有达到 那么他就可以做你的老师 学无先后 下面说什么 大者为师 大家说 学无先后 大者为师 那我最后提到 一种很特别的长辈 是seniority in vision 这个就是呢 在异象中间的长辈 异象中间的长辈 也就是事情没有发生前 他早就看见 从这个观念来看 但以理是全世界人类的长辈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 看到世界末日的情形 然后呢 每一个人要跟着他所看见的 去面对将来 去达到将来 所以他是带领全世界 看到世界末日的情形 约翰是门徒里面最年轻的一个 他是所有耶稣的使徒里面 最有资格做长辈的 因为他写下了七十度 他的整个教会历史中间 是每一个人要看他的眼睛所看的 要走他所指示的路 因为他见到了末后的日子 耶稣怎么再来 他见到耶稣再来到世界的情形怎么样 那这些的眼光 就是他成为 这个异象性的长辈 the senior in vision 那这样领袖呢 的这种心智 领袖的心态 领袖里面心里面的 那个Jocelyn 跟他对意向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 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领袖 那我们不但呢 在怎样发挥 我们里面应有的 效用 把潜在的恩赐跟能力 兑现在我们实际的侍奉 领导的过程中间 我们更应当地把同一个时代的人 带进我们看到了下一代的情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